普丁是一定要贏得胜利 大家看得出來 他這個鬥志十分堅強 那其實現在我們常常講 在這一次作戰的這個期間 消息滿天飛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是哪裡放出來的消息 隔幾天說這個影片是假的 現在普丁他簽署了新法案 說凡事公布 關於俄羅斯海外行動假消息 最高處15年的有期徒刑 那麼大家還關注的是說 普丁有沒有可能 會來動用核武四種情況 俄國的國安委員會副主席就說了 如果當俄國遭受到核彈攻擊 或是跟盟國都受到核武攻擊 或者是他們的設施被癱瘓 以及俄國跟盟國遭受到侵略 很可能普丁會下令 介大使 對 其實他這個下令核武 動用核武四種情況 跟美國下令動用核武四種情況 完全一樣 對 這沒有什麼特別 你被遭到核彈攻擊的話 美國也是要核彈攻擊 我一定會危急 對 不過他因為他是 他事實上普丁在一開始作戰的時候 就把他的核武部隊的 這個戰備整備提到這個 提到這種高度警備狀態 也就是說 你可能你在第一線的核武部隊的 你是 你譬如說你這個 譬如說陸基的 他就 他就隨時可以點火的狀態 然後前線的這些官兵 就停止休假 然後這些重要的指揮人員 通通進入到崗位裡面 這個其實他是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警告的姿態 也就是說警告誰 警告有核武的國家 就警告美國 然後你不要把這件事情 你不要把這個事情升高 升高的話 我有準備動用核武的決心 我覺得他做的這些都是姿態 也就是讓美國跟北約 那麼有所警惕 不過北約裡面事實上 有核武的國家 也只有英國跟法國 英國 法國的核子武力的這種 這種對比跟俄羅斯對比 是非常的差的 所以俄羅斯做這個 核武高度警戒 那麼準備不排除使用核武 是完全針對美國的 就是對美國喊話 完全針對美國的 所以美國也很高度警戒 美國所以很配合普丁 美國一開始就講 他不會派一兵一組 而且一有任何 有任何模糊的訊息 傳出來的時候 美國都會怎麼講 美國就會立刻來澄清說 我不會派一兵一組 而且我們北約軍隊 也不可以有任何一兵一組 進入烏克蘭 他只要有這種可能的模糊 有人要模糊的話 美國就會把它講得很清楚 像這一次的北約臨時峰會 在開會之前 那麼波蘭要準備提出一個正式的提案 這個提案就是說 要號召一些北約的國家 組成一個什麼 維和部隊做什麼 進入烏克蘭境內 他要正式提案 可是這個提案 還沒有在正式開會前 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 就出來非常清楚的講 這個美國絕對不可能派一兵一組 進入到北約 而且北約 而且進入到烏克蘭 而且北約也不可能有軍隊 進入到烏克蘭 所以美國事實上的態度 就很清楚了 我想他這個一直強調說 他不會進入北約 北約的軍隊也不會進入 他不會進入 美國不會進入烏克蘭 北約的軍隊也不會進入烏克蘭 意思就是什麼 很簡單 就這場戰爭 由你烏克蘭人自己去應付 你在前線的任何一個 跟俄羅斯軍隊的這種交戰 都是你烏克蘭人百分之百 由你自己單綱演出 我不但不來當配角 我不可能當主角 也不可能當配角 我連臨時演員我都不幹 這場這個基本裡頭 沒有我的事 我從頭到尾我就不會參加 而且任何有這種模糊的 戰爭發揮 就很多的不同的消息 北約那麼多國家 三四國家裡面各種聲音都沒有 只要有破壞這個原則的 美國就出來嚴格的澄清 所以美國的戰略 有一點非常清楚的 就這場戰爭 美國絕對不會跟 美國的軍隊跟北約的軍隊 絕對不會直接 跟俄羅斯的軍隊衝突 意思就是說要打的話 就是你烏克蘭人 烏克蘭軍隊自己去打 你發AK47步槍你去打 那是你加斯 你用這個 你用汽油手榴彈去打 那也是你自己的 然後其他你要我攝入 譬如說你要我做進航區 不可能 對不對 你要送戰鬥機 我也不知道怎麼送 因為 因為波蘭也不知道怎麼送 要美國人去送 美國人說我不送 波蘭去送 內部就有意見不同了 所以這場戰爭從頭到尾 就是要烏克蘭人自己去打 自己去面對一切 美國給的是武器 美國就是後面的武器 這種武器 真的 我想我們副司令是軍事專家 那種武器 大部分是叫你打巷戰的 叫你在地面部隊 單兵使用的這種 好好看起來飛彈 看起來什麼反坦克這種飛彈 基本上都是監視的 射程3到5公里 高度這幹嘛 這就是要你血肉之驅 把俄羅斯的軍隊 消耗在你烏克蘭戰場 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場戰爭打了一個月 拜登親自跑到前線去了 他有叫停嗎 他有要這場戰爭停嗎 看起來是沒有 世界上要叫這個戰爭停的國家 法國 德國 土耳其 印度 中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哪一個要出來 以色列 以色列 巴西也希望出來調停 大部分國家都希望 這場戰爭停止 可是為什麼就有美國 就不做這件事 我想大家去思考 為什麼美國不出來調停 沒有任何做出來 好像希望這場戰爭停止的 動作 為什麼 我想這個問題 希望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在看這場戰爭 這個問題我們來問一下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美國不出一兵一卒 而阻止他的北約盟邦出一兵一卒 為什麼 我今天就說兩個為什麼 對不對 第一個又不幫你 第二個又不讓你去彈劾 又不鼓勵你去彈劾 我想這兩個為什麼 不是烏克蘭要去 因為烏克蘭他現在已經身在局中 我們想的是我們將來台灣的未來 我們現在把美國當作我們最重要的 怎麼樣 安全的盟友 堅若磐石 對不對 美國一定會 美國爸爸一定會來救你 我想就請問我們大家 今天我們台灣人 要自己來問這兩個問題 為什麼美國不出一兵一組 為什麼美國不去調停 不去讓這場戰爭停止 我想就這兩個為什麼 我們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放不放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粉絲朋友們 你們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塑料有限你要買要快